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今天哪些重点消息要关注 一起先来了解 春节假期进入尾声 铁路迎来 劫后返程高峰 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060万 春节期间全国多地施行烟花爆竹禁放令 老百姓环保过年情更浓 台湾宜兰发生5.3级地震 台湾大部分地区有震感 苍江连思路系列报道 今天探访马来西亚严世相亲的思路梦想 今天是大年初五 按照春运40天的惯例 今天正好春运过半 明天是春节假期的最后一天 今天旅游探亲与返程的客流出现了叠加 交通的客流量出现了井喷 据中国铁路总公司消息 2月20号大年初五 铁路春运迎来返程客流高峰 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60万人次 同比增长8.3% 为应对返程客流高峰 铁路部门千方百计加大运力投入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增开旅客列车914列 其中跨铁路局中长途旅客列车354列 铁路局管内旅客列车560列 在提升运力的同时 铁路部门采取多种措施 方便旅客出行 比如安排专人为外出务工人员 设计既经济又快捷的出行路线图 提供精准售票服务 根据客流情况安排公交线路等等措施 道路交通方面 全国公路从昨天起迎来部分返程客流 各大城市周边和热门景点周边车流量加大 道路通行状况良好 公安交管部门表示 为确保春节道路交通安全畅通 全国各地多挫并举 为出行群众提供多样化的道路服务保障 厦门方面 今天高速公路开始迎来返程高峰 上午9点多 在神海高速公路厦门收费口 虽然此时进入高速的车辆并不多 不过出高速的车流量却明显增大 高速公路征管所的工作人员说 从昨天开始 高速公路返下的车流量就明显增多 预计今天进出高速的车流量将会继续增大 昨天出路的话 有5万5的车流量 总共 出口的话有3万2 今天的量从下午2点开始 应该进入访程高温期 今天估计预计有4万5左右的车子 从我们县门所出口 从福州方向过来的车流量最大 占50% 农历正月初五 俗称破五 民间有放鞭炮银财神的习俗 这一天也是继除夕之后 燃放烟花爆竹的一个高峰 不过伴随着近年来多地出台了 禁县放措施 今年春节假期不少城市都变得安静了许多 今年春节期间 包括天津 北京在内的不少地方 都对烟花爆竹的燃放进行了严格限制 一些地方出台的禁放令 甚至被媒体冠以史上最严的称号 例如天津规定 从2018年1月1号起 天津市外环县以内 和外环县地区将不分时间地点 一律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这项规定也被称为最严禁放令 北京则是在经历了从禁放到献放后 在今年再次恢复了禁放令 在上海 今年已经是该市实行烟花爆竹管控的第三年 今年上海元旦春节期间的烟花爆竹禁放区域 比以往更多 管控也更严 而位于福建的厦门 四名湖里区及岛外主城区 早在多年前全面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全市严禁销售燃放孔明灯 数据显示 一些城市禁放献放烟花爆竹的措施 成效较为显著 以北京为例 今年春节期间 北京市五环内禁放烟花爆竹 与往年春节期间相比 北京市污染程度明显减轻 最大峰值浓度为276微克每立方米 较去年同期下降57.3% 较三年平均峰值浓度下降52.9% 环境保护部有关负责人表示 由于今年各地普遍加强烟花爆竹禁放限放措施 今年春节期间 全国空气质量 同比去年春节期间 普遍好转 如今多地出台的烟花爆竹管制禁令 这对我们的年节带来了怎样的改变呢 请张涛带我们来梳理 张涛 好的演员 俗话说啊 这爆竹声中辞旧岁 锐血纷飞银行银 在以往这烟花爆竹 总是与过年相伴的 咱们从小年开始会一直放到云霄节 这每天都能听到烟花爆竹声 似乎这不放烟花爆竹就不叫过年了 但是 这燃放烟花爆竹 响声大 烟雾多 对环境确实造成了非常严重的污染 有人进行过测算 这只点上石挂的鞭炮 PM2.5 一小时就飙升了 25.6倍啊 同时 这也影响了很多人的日常生活了 很多人在过年时候是休息的 结果被爆竹声给震醒了 有时候走在路上也被吓了一跳 更严重的是带来众多的安全隐患 例如说伤人 甚至发生火灾事件 相信大家都听过吧 这以燃放烟花爆竹来庆贺新年的老习惯 确实在当下是有点不合时宜了 燃放烟花爆竹虽说是一种旧习俗 但是也存在了一个跟风的情况 你放 那我也放量 你放得小 我要比你放得更小 如此这燃放量是不断地扩大 的确是非常不可取 对此一些的政府部门进行了干涉 一些的城市是进放现放烟花爆竹 由此带来的好处也是很明显 咱这2018年的除夕夜间的 全国338个城市的空气质量 总体都好转了 PM2.5 最大小时平均浓度 较去年除夕夜下降了22.1% 较三年的平均也下降了21% 非常的好了 保护环境可以说是我国的基本国策 保护好环境 其实就是保护好咱们自个的家嘛 春节七天假期 那是亲人们去团聚 走亲访友的最佳时机了 这个时候 如果有一个良好的空气和生态环境相伴 大家心情舒畅 精神愉悦 那是更添了几分乐趣 而如果噪音不断 硝烟弥漫 这过年准备的再充分也很难进行啊 也许有很多人就会说 这确实啊 这没烟花爆竹 这年味总觉得是有些缺憾的 缺少热热闹闹的气氛了 其实真的不会 没有了烟花爆竹的燃放 天 咱们更冷了 空气更好了 过年的质量那是大不一样啊 人们按时起居 不受影响 没必要待在屋里了 咱们出去到户外活动会神清气爽 出去旅游 唱歌跳舞 甚至健身运动 还有这样子舞龙舞狮 翘落打鼓扭秧格 到处都是节日的氛围啊 没有燃放烟花爆竹的年 不受噪声的干扰 不受污染的轻视 更加增添了几分健康 淡的是烟花爆竹声 而浓的却是这浓浓的年味啊 先把时间再交给演乐 好的 谢谢张涛 春节很多人外出旅行 也有人利用这个假期 学点技能 给生活增加小情调 今天在厦门海仓 举行了2018文创苍江 海峡两岸DIY手作节 不少民众都前来学习DIY手作 现场还有台湾的专业师傅 进行指导交流 一起去看看 2018文创苍江 海峡两岸DIY手作节 今天上午在厦门海仓 青椒院前设举行 是海仓过大年 2018新春旅游节庆系列活动之一 现场吸引了60组家庭 共160人参加 亲子互动 一起做手工 民众可以亲自动手 制作凤梨酥 淘气 雨伞 寿司等等 活动不仅免费向公众开放 而且类型多样 为市民朋友打造了一场全家 奇幻想 聚天伦的节庆盛宴 还有一个叫做自己制作 自己动手 还有成就感 对家庭的这个亲子互动 还有我们的产业合作 都有非常好的这个帮助 我家里有六个人 我想做给他们吃 以后我有时候想参加就想来 主要是想要 就是让他培养他的动手能力 然后就是对他的行为啊 思维啊 这方面有一定的开发 这挺有意思的 此次活动为期六天 除了DIY手作外 还将带领大家参观青椒院前设 聆听闽台生态文化村的故事 感受文创苍江的魅力 更多消息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再来看台湾方面 春节假期 对于台湾民众来说 今天是最后一天 明天就要开工了 因而台湾的交通 迎来了节后的返程高峰 昨天台湾南部北上的车流量 达到了最大 高速路上的北上的车流量 大约是平日的两倍 今天依旧是返程的高峰期 大年初四中午过后 台湾高速公路上 车潮便涌现达到最高峰 两点以后 高峰载结束了以后 那有一波非高峰载的一个 北反的车流已经涌入了 大年初五 台湾民众年假最后一天 早上十点开始 台湾五号高速公路 北上返程车潮涌现 有些路段出现堵车 不过大部分路段 带着车流顺畅 在傍晚的时段 那会大概有一两小时左右的一个车速 大概接近四十左右的一个路况 为应对返程车潮 台湾道路管理部门 在初五下午三点到晚上八点 对台湾五号高速公路北上的 苏澳 罗东 宜兰及投城的部分道路 实施高承载管制 小型车坐满三人以上 才能上高速公路 另外为了避免客运转运站外 出现堵车情况 台北转运站在下午三点到晚间十点 实施站外下课措施 新春佳节 大家都要回家团聚 但对于无家可归的流浪人群来说 尤其是需要温暖 在高雄逢年过节 都会举办各种的慰问活动 有洗澡车 一检一枕 还有免费的保暖衣物可以拿 今天驻台记者要带您深入高雄 感受当地慰问流浪人员的暖心习俗 在台湾有这样一群人 他们平时流落在街头 被称为街友 期待社会的关怀 那么在岁末年初的时候 台湾社会各界 就会发起慰问街友的行动 席开摆桌 八百位街友与社会各界 共聚在餐桌前 大快朵頤 香喷喷的鱼 热腾腾的汤 整桌美食佳肴 大家真的等好久了 我们在这个餐会里面 我们还有花红包 还有一行一物 还有手套 还有毯子 让他们能够度过这个冬天 岁末年初 高雄各地都会举办宴席 流水席 给街友们和弱势团体来享用 民间的爱心食物 银行也会发放物资 这样的习俗 已经延续很多年了 而在初九这一天 高雄玉皇宫则每年都会开放 壮严亭 让街友们可以在里面 接受香客的捐款 社会爱心人士举办很多活动 慰问街友 让有需要的街友们 可以获得最及时的帮忙 成为台湾街头最暖心的春节习俗 夏末卫视驻台记者 林郑明 高雄采访报道 台气象部门表示 台湾宜兰县大同乡19号晚 22点47分发生了 李氏5.3级地震 台北等地有明显的震感 截至记者发稿时 没有再请报告 根据台湾气象部门报告 此次地震深度达46.5公里 镇央在宜兰县政府西南方 19.1公里的大同乡 台湾多地有明显震感 台湾气象部门报告显示 此次地震的最大震度为5级 位于宜兰县牛斗 新北市五谷 桃园市新竹县等地 震度达到四级 新北市台北市等地 也有三级震度 这是19号台湾发生的 第二起有感地震 当天凌晨30 21分 中部南投县仁爱乡 发生李氏4.4级地震 深度22.3公里 台湾气象部门表示 这次地震是因菲律宾海板块 前缘引没到欧亚大陆板块 下方所致 深度达到46.5公里 已经在地壳之下 这与之前的花莲群震 并无关联 后者大都属于浅层地震 最近一段时间 台湾地震频发 花莲2月6号发生 李氏6.0级地震 造成重大灾情 及人员伤亡 目前 花莲云门催堤大楼的 拆除作业 进行到第六天 已成功拆掉大楼右半侧 预计还要10天 才能全部拆除 台当局陆委会前副主委张显耀 明天将宣布参选台北市长 由此蓝莹有意角逐 台北市长的人选 已经达到了五位 面对蓝莹的来势汹汹 现任台北市长柯文哲 今天在出席活动时 并未正面回应 只是表态要认真做事 综合台湾媒体报道 台陆委会前副主委张显耀 明天将举行记者会 以迎回台北 舍我骑士为主题 正式表态参选台北市长 争取国民党提名 我要参加中国国民党 台北市长 党内初选 争取初选的机会 我想 如果有一天 我有机会 把我在欧洲 在巴黎经验 移植到台北 台北巴黎 台北可以做得到 巴黎 有的台北 个人做得到 所以我明天 会正式来跟大家 做一个报告跟说明 张显耀于2012年2月 出任台湾陆委会副主委 2014年8月 被指控涉嫌所谓泄密罪 随后台陆委会 去除其陆委会副主委职务 2015年2月 台北地监署贞结此案 因犯罪嫌疑不足 对张显耀予以不起诉处分 除了张显耀 包括国民党前民代孙大千 以及台北市议员钟小平 也都将于近期宣布参选台北市长 加上此前宣布参选的 国民党前民代丁守中 以及台当局行政机构 前发言人郑立文 蓝莹有意台北市长的人选 已达五位 面对蓝莹人选来势汹汹 寻求连任台北市长的柯文哲 今天在出席活动时 并未对此做出正面回应 更多消息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我们再来关注叙利亚局势 叙利亚阿富林地区 持续多日的乱局 似乎有了愈演愈烈的趋势 据叙利亚电视台 当地时间19号报道 支持政府的叙利亚武装 将进入叙利亚北部 阿富林地区 支持当地民众 抗击土耳其军队的进攻 报道说 清政府的叙利亚武装 可能会在数小时内 进入阿富林地区 支持当地民众 抗击土耳其军队进攻 不过这一消息尚未得到 叙利亚政府方面证实 土耳其副总理博兹达 19号警告叙利亚政府 不要介入阿富林战事 土耳其正密切关注事态进展 博兹达警告说 如果叙利亚政府 介入阿富林战事 将给叙利亚的分裂开绿灯 并在该地区造成灾难性后果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 当天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 重申土耳其推进 阿富林军事行动的决心 反对叙利亚政府 介入该地区战事 土耳其外长恰务什奥卢 也警告说 如果叙利亚政府支援库尔德武装 也将成为土耳其军队进攻的对象 而土耳其军队 当地时间19号 继续进攻阿富林北部一个地区 攻下后 土军将完全控制阿富林地区 与土耳其之间50公里的边界 土耳其1月20号 对阿富林地区发掘代号为 橄榄枝的军事行动 打击叙利亚库尔德武装 人民保护部队 土耳其认为 人民保护部队是被土耳其政府 列为恐怖组织的库尔德工人党 在叙利亚的分支 叙利亚政府则认为 土方的军事行动 是对叙利亚主权的再一次野蛮侵犯 美国佛罗里达州 帕克兰市14号 发生了校园恶性枪击案之后 美国社会控枪呼声再起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表示 将支持两党行动 以改进全美构枪者背景查核制度 美国佛罗里达州 帕克兰市一所高中 14号发生枪击事件 去年被校方开除的 19岁青年克鲁兹 携带一把半自动步枪 在校园内扫射 造成17人死亡 15人受伤 死难者中 包括一名为学生挡子弹的老师 此案已成为美国现代史上 十大枪击惨案之一 枪击案发生后 包括案发高中 幸存学生在内的数千人 17号聚集在 劳德戴尔堡联邦法院前 要求政府就控枪采取行动 修改控枪法案 白宫新闻秘书桑德斯 19号发表声明表示 在大家正进行商讨 并考虑调整规定的情况下 总统特朗普支持改进 联邦查核制度的行动 桑德斯称 特朗普已与民主党籍参议员 克里斯·莫菲 和共和党籍参议员 约翰·科宁交谈 这两名议员 提出了一项跨党派议案 要求各州和联邦机构 改善罪犯背景调查 在美国社会 控枪呼声高涨之时 当地时间18号晚 美国德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的 一家餐厅外 发生枪击案 造成包括一名 6岁儿童在内的4人受伤 当地警方表示 目前这名枪手仍然在逃 更多新闻 来看一组简讯 德国媒体19号援引 该国国防部消息称 德国2018年将派出 1.2万名军人 参加在北约东部的 一系列军事演习 这一数字将是2017年的三倍 根据德国国防部计划 德国参加这些演习的费用 预计为9千万欧元 与2017年相比 增加4千万欧元 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 人民动员组织 当地时间19号 发布声明表示 该组织武装人员18号晚 在北部杰尔库克省 遭恐怖分子伏击 造成27名民兵死亡 韩国总统文在寅 19号表示 当前国际油价和汇率不稳定 但更突出的问题是 贸易保护主义不断抬头 针对美国不合理的贸易保护措施 韩国政府应采取包括 向世界贸易组织申诉等应对措施 200多年前 严氏一族来到了马来西亚 吉兰丹州打拼 从此相仇难解 为了完成父辈的遗愿 严家千里寻亲 历时八年 终于在海藏青椒找到了祖屋 回馈相亲至今不错 今天的《苍江连思路》系列报道 我们就带您来认识这位 星系故里的华人企业家 严隆彪 听听他古习之年的思路梦想 马来西亚吉兰丹 正下着大雨 严隆彪一大早 就驱车前往机场 坐飞机本是他最害怕的事之一 但现在却让他满心期待 因为他要飞去吉隆坡 迎接远道而来的海仓亲人 这是我们注重情形吗 他们老远过来 我们一定要去看 我不管一件事什么 我一定要要飞过去见他们 上午十一点 严隆彪和太太 搭乘卷桨小飞机 经历了一个多小时的颠簸 终于赶到吉隆坡 傍晚 他如愿见到了 直二和海仓桥连代表 参举席上 严隆彪不停地向直二 打听着家乡这几年的变化 海仓桥连送来的莫宝 风起乡愁 让他感慨万分 从曾祖父夏南央开始 严家的乡愁就从未断过 2004年 严隆彪为完成父亲遗愿 回厦门寻亲 仅靠着海城青椒这四个字 他历经三次寻访 在2012年 终于找到了爷爷和爸爸挂念的祖墓 他跟我讲 如果你有机会 要回去老家看看 我们很多新人 我就回去了 我就看了 在那个种子里 有我祖父的名字 我就流泪了 太感动了 所以我觉得我身为活人 我很骄傲今天 尤其我们是海产人 我更骄傲 为什么呢 如果没有海产 哪里我今天 对不对 所以我到底 我不忘记 我不忘记 按照严隆彪提供地址 我们来到位于青椒大陆社 找到他们的祖屋 这里虽然说已经是荒废无人居住 但是依然寄托着严隆彪的 相仇与相亲 回到故里的严隆彪 在得知部分相亲生活困难时 慷慨解囊 从2013年开始 他每年都为贫困户捐钱 还资助家境贫寒的 优秀学生念大学 这些贺卡都是 严隆彪资助过的孩子寄过来的 孩子们用朴实的话语 表达着对这位严爸爸的感激之情 严隆彪说 这是他收到过的最珍贵的礼物 叫严爸爸 又叫严爸爸 你看 感谢严爸爸 祝你心里快乐 我很高兴 到今天我不能够查到 要一定放在这里 给我的孩子看了以后 你们也是要这样抽策 就算了几千万几万 那那个是小问题 这个东西最重要要抽策 十年来 严隆彪还帮助过 三十多位 落难的中国人安全回乡 出钱帮他们 请律师买机票 不就回报 到今天 那些滞留在移民厅的 中国同胞 都会严隆彪取得联系 并获得他的帮助 帮助同胞 不利用金钱 但严隆彪的钱 赚得并不容易 破语生计 他十五岁就开始打工 派过报纸 当过洗车童 做过木匠 保偿贫穷滋味 严隆彪在柴米油盐中 找到了商机 他针对贫困家庭 推出一公斤包装的 平价食用棕榈油 一公斤的油 一公斤的糖 每个家庭 就不必花这样多钱 他们可以用了 因为便宜嘛 现在很受欢迎 不够货卖了 从一开始 用汽水瓶罐装 到现在流水线生产 严隆彪的生意 越做越大 如今 他创办的联合包装公司 每个月至少能销售 三千吨油 是吉兰丹州 最大的食用油 食用糖加工企业 以前我们没有 没有金贴 我们一个月可以做 一千六百多吨 那时候 open market 没有金贴 我们做很大的 因为我的油 是美 是清界 是清真的 这样就可以进市场了 马来西亚 是棕榈油 最大产国之一 中国 又是马来西亚 第二大 棕榈油出口目的地 如何打开市场 一带一路战略 为延龙标 勾划出口蓝土 目前 中铁成建的 马来西亚东部沿海铁路 已经开工 他将连同吉兰丹州 与巴胜嘎 铺就吉兰丹货物 出口的黄金商路 中国是大市场 又是我老家 很多机会 尤其是我们货物 可以直接去的 巴胜港口 可以下船 但是我的燕湾 还是这里要做一个码头 对我们比较方便 去车前往吉兰丹道北地区 严龙标说 这一带正规划一座码头 打造通往中国越南缅甸的商业港口 他的祖辈们 下南洋曾在此落脚 也从这里眺望古江 严龙标期待着 风起之处的乡愁 能幻化为思路上 源源不断的商机 就是我们祖先从这里来 就是南中国海了 一直下去就是我们中国了 我们祖先叫船船过来 现在儿孙坐飞机回去 我希望我有身子内看到了 我的货物能够继续中国 到今天 五集的系列报道 苍江连思路 已经全部播出完毕 我们采携了 苍江故里的海思遗珠 重温了海苍子弟的南洋故事 我们感怀于一代代海外华人 对于家国相邻故土的眷恋 也感态着 他们在不同国家 不同领域 书写的新的精彩 我们相信 苍江故里连起的 不仅仅是过往的思路记忆 更是明日的思路传奇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两岸新新闻 祝大家新春愉快 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会